大壮突然被食物卡住 憋得脸红脖子出 看样子十分严重 而母亲则在这远地有人撕不动 慢慢的起了杀心 就在这时 突然从后面跑过来一个好心人 对着大壮后背连拍了好几把照 给卡在喉咙里的异物拍了出来 母亲懵了 无奈的转身离开 第二天 大壮的外婆神秘去世 现场的亲戚朋友都在为老人默哀 而大壮却没有丝毫想念 则是拿着贡品 哗哗的往嘴里炫了起来 母亲在背后看着她的熊样 此时杀了她的心都有了 转眼又是五年过去 大壮逐渐长大成人 她的胃口变大了很多 而她的母亲 也在大壮的折磨下逐渐衰老 大壮吃饭的那个造型 就像吃凹力鬼一样 母亲看着眼前窝囊飞的儿子 她再也忍不住了 等母亲再次回到厨房 这时的大壮已经爬到了桌上 竟然把母亲的呕吐物都吃了 我地管 母亲为了控制大壮的饭料 她想方设法 甚至这天下午 她无意间看到邻居贴着群猫启事 母亲一瞬间感到大事不妙 然后气愤的来到大壮房间 眼前的一幕 让她再次跃了出来 现在大壮的病状 已经严重到吃牲口的那一步 母亲实在忍无可忍 再这样下去 她迟早被大壮弄成神经病 于是拿着一把刀 推开大壮的房门 可儿子终究是自己的亲骨肉 她实在下不去手 之后母亲独自躺在浴缸中 思考了一番后 她选择了自杀 鲜血瞬间染红了整个水池 这时大壮醒了过来 她发现浴缸中的母亲 她紧紧地抱住母亲的胳膊 本以为是舍不得母亲离开 甚至就在下一秒 没有母亲的日子 她把家里造成了垃圾场 这时窗外突然传来的婴儿故事 赶紧过去查看 原来是幸福的家山口 搬到了他们离居 当中看着女人手里的孩子 不自觉地抿了抿嘴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整部片看着十分压抑 而且心思极空 为什么在外婆的葬礼上 母亲要用那种眼光看着大壮 而大壮的爸爸 又为什么突然消失 但这也是一部讽刺年轻人的电影 因为她像极了 现在不务正义的啃烙烛烛